屏洞地区之外 在高雄县的美农 也是水淹及稀 有部分的居民 已经赶忙要撤离了 我们请在高雄美农的记者 张玉兴来告诉我们 目前的最新情形 玉兴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目前在美农 这边的民生路 这边出现积水的情况 大约三四十公分左右 在这边的住户 可以说是非常的担心 他们已经目前 开始打包行李 准备紧急的撤离家园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 这一家人 这个老先生 他因为有中风的情况 因此特别请他的儿子 回来这边 能带他远离这个地方 以免呢 到时候雨势加大以后 他会越来越危险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我们来问一下 这位先生 姬生 你现在打算要离开吗 好 那目前呢 这家人准备要离开 这个美农这个地方 因为目前出现 整个淹水的情形呢 大概有四十公分左右 所以呢 他们会希望赶快地离开家园 以免呢 雨水再大的时候 造成一个危险 因为以往每年台风的时候 这边的淹水呢 大概最深都会达到腰部左右 那目前以上次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好 这是在美农地区 目前呢 有部分的居民是赶忙 要进行撤离了 要进行撤离了